iPhone的用戶相信每一天都會有機會打開Safari 但其中一些使用的小技巧不知道大家又知不知道呢 如果你跟我一樣經常都開了很多分頁 但又忘了關掉它的話 除了要逐個逐個向左推走之外 其實有一個更加簡單的方法 就是長按右下角的這個分頁鍵 然後再選擇關閉所有的標籤頁 就可以直接快速把所有分頁都關掉 電話長期開著那麼多分頁 其實都會佔用到一定的儲存空間 如果你不想自己手動去清除這些分頁的話 其實可以設定讓系統自動幫你清除這些分頁 首先打開設定 接著進入Safari 再按關閉標籤頁 你就可以選擇想要什麼時候 系統會自動幫你清除這些分頁 如果不小心合錯 就是關掉一些你不想關掉的分頁 只要你按右下角這個分頁的畫面 再長按中間這個加字 你就會見你最近關閉的標籤頁面 然後再進入那個網站 就可以了 平時上網的時候 有時候你會想看上上一頁的內容 或者是上上上上一頁的內容 除了不斷按上一頁這個按鈕之外 其實大家只要長按上一頁這個地方 就可以快速看到你之前瀏覽過網站的歷史記錄 如果你平時有閱讀某一個固定網站的習慣 其實不用每一天都要重新去搜尋這個網站 只要把它加進入你的主畫面 以後找它就非常之方便 步驟非常之簡單 首先去了這個網站之後 就按下面的分享 然後點選加入主畫面 然後輸入這個分頁據名 然後按新增 它就會加上它們的主畫面 你以後每一天打開它都會方便很多